好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 我们男子团体淘汰赛的决赛的金牌争夺战准时开始 这场比赛也是我们本次冠军赛的一个受冠之战了 的确啊 在这个六天当中 裁判员 运动员 教练员以及组委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都辛苦了 因为短短的六天 海南省东方市可以说气温大起大落 刮风下雨 这两天可以说是转情了 那今天确实在决赛日啊 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天气 天公作美 所以几天下来 大家也都很辛苦 对对对 让我们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最后变断 一号马位 浙江省代表队 展宇祥 鲁帅 金涛 好 对阵的双方是浙江队和安徽队 二号马位 安徽队 浙江队的三名运动员分别是 展宇祥 鲁帅和金涛 安徽队的三名队员是 建队仅仅两个周期 八年的时间 嗯 每一次比赛都能让我们看到他们有的进步 嗯 那么咱们今天的走到决赛场上呢 我们能够真正地感受到了 安徽队的水平也真正地是提高了 对 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 对 嗯 运动员们经过了整个一个东迅 这也是到了一个检验的赛场上了 可以说很多队伍和很多队员也是突飞猛进 东迅的储备非常的关键 冠军赛也为整个的2021年的他们的征战 拉开了一个序幕 那么今年的一个国内一个最大的比赛 就是全球会的比赛了 嗯 那么各支队伍各省市也是在摩拳擦掌 对于上来表现得非常坚定坚决 对 信心满满啊 对 胸有成竹的感觉 可以慢慢推 慢一点 我们首先要赛出气势 脚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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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环 两队打平 刚才我们也说到 竞技体育它的一个最大的魅力 就是不到最后一秒钟 你不知道胜负会花落谁家 对 尤其是这个 两支队伍旗鼓相当的时候 它一定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翻盘 对 刚才我们看到了 临夏队和上海队的这场比赛 上海队一上来先领先两分 紧接着被临夏队又搬回来一局 四比二 最后上海队又搬回来一局 你争我抢的感觉 到了决赛的阶段 最后是 临夏队以微弱优势 对 一环 微弱优势 拼的是技术 拼的是战术 更拼的是心理素质 对 和团队的协作能力 所以不到最后一秒钟 运动员不要放弃 不要气馁 一定要拼到最后的时刻 对 九环 十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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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两个队的第一个十环 嗯 对 终于打出了一个十环 八点 五十二比四九 嗯 安徽队现在目前是暂时领先 我们也看到了 安徽队在团体的排名赛阶段呢 他们团体排的是第七位 嗯 浙江队排的是第十六位 那么 也有此看出两个队还是 安徽队要稍稍地占点优势 对 但是呢 进入到淘泰赛阶段 男子的比赛历来更迟 水瓶接近 水瓶接近 对 我打到最后一支箭 对 我无法判定谁会赢 对 啊 这种 大队源在判定 最后的这个把位啊 还数真的到底是多少 那哪 安徽队的小伙子 继续 很旺盛 对 好 看来这件动作没有完成了 做了一半是吧 对 感觉不完全 这种动作找得好 云涛也是一个酒精沙场的老匠 在2017年全运会上 他应该是获得了一个年坛 对 感觉不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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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卦 两个都齐有相当了 对 你追我赶的这么一个 有的一拼 十环 十环 不错 这样两个队友重新回到了原点 对 27比27 是 这个是吧 对 非常好 能看出来 对 动作的衔接就对了 对 你动作做对了 你的环数一定差不了 对 其实我们在平常训练和比赛中 奔运能力强调的更多的是 完成好动作 是打十环的根本 对 九环 嗯 嗯 这张队这次的 五支间打得好 这个稳定性要折太高了啊 对 差一点都不行 嗯 那他们平时的性格也是比较好动型的吗 还是都是比较安静型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哦 嗯 我以为就是可能会偏内向的人更适合这项运动 就是不然 其实不是 嗯 七拳 哎呦 这支箭有损失 对 看看下一件 打十环也没有机会的这人 二比二嘛 嗯 是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 运动员会会做 有一个过度 过度调整的一支箭 嗯 他会搭搭搭的动作 哎 蛮弱度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了 红牌决赛的男子也是胶着的哈 对 对 金牌也是胶着的 所以男子水平它相对还是要接近很多 对 打到金牌那就这个金牌重头战那就更去了 对啊 旗鼓相当 过分伯仲了一支 对啊 嗯 嗯 今天的这个风给运动员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我看到厂山运动员的表情 真的 各种各样 大感气的 有名思思想 我相信此时最紧张的还是教练 教练员总是想着比运动员要多 接下来怎么练了 什么需要功课了 谁的心里又出现问题了 9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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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确定 还需要再确定确定 对再确认一下 从我的角度上看 我觉得你好像是能压上 压上了吗 感觉是压上了 这个全屏经验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没有压上 所以看陈老师这个跟我的角度就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也认识 他有一个阴影 对 对有阳光 确实我们的转播画面要给的更清晰一些 对 这个不尽容人意 对 这样对他的队友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八环 正能对三环在手 心里踏实一些 对 九环 这射箭项目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领先以后运动员的整个动作的状态 包括他的精神状态 先放开了 相对比较靠近舒适区 对 你看不见 嗯 对 越来越舒展 对 他就比较动作就精确度就要高 身心都舒展开了 对 九环 嗯 这样五十五环 安徽队打三个时也很难赢了 对 更何况这个十环可不是那么好得的 这个结果让我们提前看到 七环 十环 十环 嗯 要过渡一下了 嗯 运动员他明白他怎么打也赢不了这局 的时候他会用一个过渡的这种思维方式 把自己的动作精神重新调理一下 复理一下 八环 这两个队从历史的战绩来说 嗯 这张队还是战先战优 嗯 所以呢 他的这个整个的 林场的发挥呢 看得还比较老道一些 是 是 安徽队呢 这几年成绩逐步在提升 但是打到决赛场 文艾斯见到的很少 嗯 所以他们今天站在这现场的表现 显得还给林场发挥的经验上 嗯 还可以稍微改变 对 嗯 今年的2021年全球冠军赛 其实有几个亮星在里头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 西藏女子团体 对 杀进决赛 对 那么作为这次 这安徽能杀进决赛 这都是 新生起来的 对 可以说是黑马 对 嗯 十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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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手一搏了 对 可能没机会了 寶寶 7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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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幅 8幅 凝神静气 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射箭比赛 运动员的神态更贴切不过了 对 和华 嗯 对到现在这会儿也得拼一下了 不然这真的是没有机会 哈哈 哈哈 五十四环 五十四环 这枪队必须打出二十九环 嗯 十环 一个十来了 哦 两个十来了 看看啊 看看能不能 再来个十 一个黄心 就需要一个黄心 九环就可以 可以 加油 有了 哇 太漂亮 有了 太精彩了 是啊 这个你看这个时候就是心理素质 对 太重要了 浙江队真是不非一个老牌性 关键学生 对 钓链子 三个十圆满收官 就是 嗯 恭喜浙江队 恭喜浙江队 恭喜安徽队 嗯 对 在这冠军赛中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是的 那么在本次的比赛当中呢 男子团体淘汰赛的决赛的金牌中国战中 浙江队就胜出了 祝贺浙江队 祝贺浙江队 祝贺浙江队的三名小伙子 你们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也谢谢你们奉献给我们的这一场精彩绝轮的比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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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